河豚精是非常难能可归的美味 十年一度捕捉河豚精的盛会就要开始了 小松和阿鲁怎么会错过这种热闹 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梦幻之鱼河豚精 阿鲁就激动的欢呼雀跃 说要喝两杯小酒庆祝下 结果差点把烈车上的酒都要喝光了 被誉为深海加油的河豚精 十年才在潜水中现身一会 如同雪花般细腻的河豚肉 与富满脂肪的金枪鱼大肥肉 再加上金鱼肉混合而成绝妙口感 想到这儿阿鲁就控制不住激动的心 小松也很激动 但比起吃 他更在意如何料理这道顶级食材 顺便想见识一下 料理河豚精厨师的手艺 因为河豚精体内的剧毒毒带十分困难 还被指定为需要特殊处理的食材 所以能料理他的人非常稀少 全世界也不过食人 阿鲁说他没有见的不是厨师 而是其他人 刚说完就来了一个狂口着久没了的野人大汉 他还自称是美食猎人 宗凯大人 他的小弟还自豪地展示了 他的人生全套菜单 小松不理解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尽是些自己平时做菜常用的食材 阿鲁没对他的菜单做出评价 而是在他面前站起来 绝对身高差 让宗凯感觉满满压迫感 他被吓得用最温柔的语气 说出了最嚣张的话 那这次就放过你了 阿鲁没有在意 这辆列车上坐满了前往 捕获河豚精的美食猎人 到现在可能会发生争夺战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互相试探了 宗凯到处吓唬人 估计就是探探趋势 他想把酒分给宗凯 也不是坏事 多个朋友多条路 说不定到时候 没用的上调的地方 说完一个白发老者 也来向阿鲁要酒 还说日后一定会还这瓶酒的恩情 阿鲁和小松下车后 来到了一个空荡的城镇 现在正是猛兽出没的时间 居民都躲在家里避难 刚聊了两句 就有个大家伙 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来了 这是捕获等级为时的凯顿龙 小松被吓得说不出话 阿鲁去吐槽 这翼龙怎么好处都不好吃 不远处 走过来一个戴着绿帽的小哥 他视若无睹地 从恐吓他的凯顿龙身边走过 凯顿龙多看了他几眼 然后呼里溜地走了 阿鲁跟小松说 看 接我们的人来了 小松看着眼前的小哥不明所以 阿鲁介绍道 这是四天王中最体贴的男人可可 可可回敬道 四天王中的贪吃鬼阿鲁 好久不见啊 两个四天王之一的大人物碰头 这是何等神奇的事 阿鲁问起泽布拉的事 可可说 他已经被抓了 现在在美食监狱里 阿鲁甚是怀念 以前四人发疯似的 在庭院里修行的时候 心中感慨良多 可可说 那都是过去的事呢 正说着 一只超级大乌鸦 在他们头顶盘旋 阿鲁一下子认出 这只被换作基斯的巨鸟 是天空之王 帝王乌鸦 只是很奇怪 这种鸟不是灭绝了吗 为什么成了可可的家人 还能宰得动三人 在天空翱翔 但这都不是可可要说的重点 他知道 阿鲁这次来 是为了河豚鸡 但他必须提醒阿鲁 河豚鸡的毒液 只要摄入0.2毫升 变得致死 一旦弄破毒囊毒化后 河豚鸡的任何部位 都无法使用了 为此 他的捕捉以及料理 都极其困难 小松还听说 有人在黑市 买卖毒化的河豚鸡 阿鲁对此的解释是 这不正好说明 河豚鸡没味道 可以不要命 要试吃的程度吗 一千个人进这个洞穴 只有一个人能回来 这样的生还率 小得害人 但仍有猛是取之肉物 因为 洞穴里有市场售价 为5亿元的河豚鸡 河豚觉得 他们想的太天真了 不使之毒化 捕获河豚鸡 并准确摘取毒囊的概率 只有一成 而且 实质里 能否顺利摘出一只 都很难说 要去河豚鸡的产地 就必须穿越 全长数十公里 深800米的 猛兽栖息息的迷宫 那里栖息着 来自地狱的魔兽 恶魔大蛇 这种魔兽 于泰国时期 被誉为最强的斗狼起名 阿鲁当然知道 这有危险 难不成 他已经在他们脸上 看到死相了吗 可可说自己 这次也要跟着去 他乍一回头 再仔细看 发现小松 明显有死相 将命不久矣 据埃及欧城 洞穴入口仅此一处 洞穴深处 是与深海相连的沙滩 那里 就是河豚鸡产卵的地方 阿鲁和可可小松 来到洞穴的时候 又是美女主播蒂娜在摄像 他激动地跑过来 想拍两位死天王的合照 却被可可制止了 可可表示 自己不喜欢拍照 暗宣完毕 一群人才说起正事 洞穴门口 有很多混混样的人 看着应该是来抢河豚鸡的 而可可却在所有人脸上 都看到了死相 难道说 洞穴里的某样东西 十分致命吗 因为外面气氛很诡异 所以来拍摄的 只有蒂娜一人 他想把河豚鸡的样子 拍给全世界人看 所以他申请跟进拍摄 一进洞穴 阿鲁就发现 好吃到停不下嘴的脆脆蘑菇 而他们身后 出现来了 从沙滩返回的宗凯等人 宗凯看到美女 就淳于说自己已经满载而归 蒂娜寻思 这可是大新闻 一定要跟踪报道 但其实 他们是被 不列等级唯一的巨大蜈蚣 吓出来的 在看到蜈蚣 宗凯和小弟们接连跑路 蒂娜为了追踪情报 也跟着他们走了 可可劝小松他们放心 他没有在蒂娜脸上看到死相 大体是安全的 眼睛中 有一种能接受光线的细胞 视细胞 而可可的视细胞 是常人的数百倍 因此 可可能看到人类 所看不到的光线 从红外线 到弱子外线都行 甚至 连电磁波也可以 根据认同发出的 电磁波的颜色和形状数量 还能预测别人的未来 小松一听 可以占卜未来 连连后退 想让可可看清楚点 看看可可以后 是不是能成为一流的厨师 可可发现 他身上的光越来越弱 离死更近了 好在阿鲁 一把揪住小松的胳膊 每让他掉进洞穴里 被蟹蟑螂吞噬掉 可可见状 扯下自己的尾薄和发带 跳到洞穴里 一下子就吓跑了底下的蟹蟑螂 阿鲁说 美食猎人为了对付有毒生物 会用人工方式 向体外注入抗体 他自己身上有70种抗体 而可可的抗体 大约有500种 可可由于在短时间内 注入了大量毒素 毒素互相混合 又产生了新的毒素 那可是连猛兽度 闻风丧胆的剧毒 可以说 他现在就是个毒人 他自然最丑陋的存在 而且 科学家们想从可可的血液中 提出心血清 没日没夜地骚扰他 还差点把他作为 一级危险生物隔离 也因此 他之后就没怎么接触 美食猎人的工作 小松看可可太寂寞了 赶忙跳在他背上 要和他一起行动 为了吃好喝好 这群人连命都不要了 洞里到处都是羊羽蝙蝠 可可撒出毒酱 制止了他们 回头却发现小松不见了 而一个巨型怪物 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就是传说中的魔兽 恶魔大蛇 他的叫声产生了回响 整个山洞都塌了 在洞穴外的地那 和小松头枯上的微型摄像机 找到了小松 只不过他看到 小松此时被一个标型大汉抱走了 壮汉正在往山洞的深处赶 他一边跑还没嚷嚷 他想让可可和阿鲁 在外面吸引火力 再把小松 当作吸引猛兽们的活祭品 自己则偷偷找到河豚精 阿鲁和可可 此时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恶魔大蛇一只爪子 将阿鲁放倒 死死潜在地上 紧接着 他嘴里挥起消化液 看样子 打算让阿鲁和自己的出手 同归于尽 阿鲁煞食肌肉暴涨 震开了爪子的束缚 同时还躲过了大蛇 喷洒的消化液 随后他露出刀叉 对准大蛇就是一通暴走 但大蛇可以像壁虎一样再生 而且速度很不一般 阿鲁被打进墙壁 但很快 还有斗志满满的继续战斗 我知道 你的肉很好吃 我就来吃了你吧 阿鲁在这片黑暗中看不清楚 所以 比起来很吃贵 而可可能准确捕捉到 大蛇身上的电磁锅 因此可可让阿鲁先去找小松 自己来对付大蛇就好 阿鲁认为 小松做好了遇险的觉悟才来的 所以 他能自己解决危机 而且 仅凭一个人是无法干掉这条大蛇的 需要两个人的力量才行 阿鲁放出红鬼 可可换出毒鬼 大蛇似乎并不害怕阿鲁的威胁 和可可的剧毒 还一个劲朝他们靠近 阿鲁想躲过大蛇的爪子 直击他的肉身 然而 大蛇将具有伸缩性的皮肤 收缩到极致 增强了硬度和打击性 可可意识到 大蛇仅通过刚才液击 就已经学会了如何防御阿鲁的刀 可可对其放出毒泡 大蛇也有样学样 从头发里喷出毒液 大蛇鼻子上 又删除细胞最活跃的地方 那恐怕就是他的感知器官 只要毁了那里 应该就能限制他的行动 阿鲁在一旁蓄力 可可便顶上前 先用毒步枪 暂时封闭了他的感知器官 然而 在他使出毒泡的时候 却被大蛇一把抓住了 原来大蛇的感知器官不止一个 其他的都被他隐藏起来了 大蛇串捏在手里的可可 吐出一口消化液 可可虽然先用了毒膜 防止消化液溶解自己的身体 但毒膜需要消耗体内大量毒素 在恶魔大蛇攻击前 他的毒就会相耗尽 而且他没想到 大蛇竟然没有迟疑 直接朝他身体 砸紧头发毒针 可可让阿鲁专心 自己还有办法反抗 因为没有抗体的话 现场做出来不就好了吗 自己可是毒人啊 可可做出来的抗体和本体的毒 源源不断朝大蛇蔓延 此时阿鲁的麒麟臂也蓄理完成了 他手臂弯曲成直角 仿佛已经注入了钢钉 他朝大蛇出拳 五连钉拳 将大蛇坐飞到一旁 顺便接下了从天而降的可可 完事后 阿鲁就地切割了大蛇 正寻思怎么把肉搬走 可可一再提醒他 该去找小松了 阿鲁却半点不慌 还说自己已经给了他 遇险式能独立脱险所需的秘密武器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小松和壮汉这边 也碰到了一只恶魔毒蛇